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络安全可以说是现代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 而就在近日 中国网安直接点名台伪政权 趁着中国全力控制疫情的机会 向大陆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 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据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3月12日报道称 中国某网安全威人士对外透露 自疫情爆发以来 大量来自台湾的钓鱼邮件 伪装成疫情防控内部参考手册 终极控船房发文件等主题 又使目标人员点击打开 借此对大陆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窃密行动 据报道 网安方面指出 有足够证据显示 这些网络攻击邮件的源头 正是台湾某些特种部门 抓住这一次疫情状况 十分恶毒地使用相关话题 捆绑一些防控机构 又使目标打开文件 这次的目标涵盖了党政机关 医疗卫生系统 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 商业机构等领域 一旦使用者打开这些文档 被攻击的计算机将被引向窃密服务器 相关数据随之将被窃取 实际上早在一个月前 中国疫情爆发之初 台湾方面就犹如一场狂欢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就曾指出 台民进党当局 近来不断发表 具有两国论含义的分裂言论 摆出加大两岸对抗的姿态 加紧策划台美勾连新动作 借机谋独 公然进行危险的挑衅 甚至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也被台湾当局完成了一张政治牌 勾结美方策划所谓涉台法案 值得一提的是 长期以来 虽然北京方面对台政策一直是采取和平统一的态度 然而 蔡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和两国论方针 不光光激起的是大陆人民的反感和愤怒 更是让中国鹰派势力抬头 光从舆论上看 网上越来越多的吴同生 已经能够证明中国大陆的民意如何 而且 自今年以来解放军南方军区就多次巡航台湾周边 而且第二艘075-27登陆舰正在加速建造 这也说明中国已经做好了对台独势力的动武的准备工作 在2月29日 国防部发言人也公开表态 近期一系列台海动作就是针对台独势力 而蔡当局一次次的挑衅更是作简自负 一步步降低解放军将这场漫长的解放战争 画上句好的政治舆论压力 从疫情爆发到逐渐收尾 台湾无时无刻不再尝试对华进攻 台独分子更是甘心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及先锋 疫情前期急于制造恐慌散布谣言 疫情中期大范围对华展开网络袭击 这一系列举措 无疑是不断将大陆统一台湾的民意推向了高峰 更是促使中国支持武统的鹰派势力崛起 近日解放军高层就直接对外发文 要公布统一时间表 将台独分子列为战犯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环球网》报道称 解放军少将罗元在社交媒体上直接表态 在这次举国抗议中 台湾岛内的蔡、赖、苏等中华民族的败类 对大陆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想介意反中谋独 他们不仅挑战中国大陆 而且挑战人类功德 必须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恶有恶报绝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要让行恶者切身感受到后果 据报道称 罗元将军在社交媒体上 集中大陆对台的策略思路 首先要在心理上震慑击垮他们 不能让他们在气势上如此嚣张 这次抗议中 我们不仅表现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也表现出军队强大的动员组织协调和机动投送能力 以及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强大凝聚力 将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转化为战争军事行动 只需要启动转化机制即可 将这种应对天灾的实力转化为应对台独人祸的能力 对台独分裂主义势力将是灭点之灾 另外 我们在行动上要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惩罚力度 第一 可考虑修改反分裂国家法 将对台工作的最新思想和研究成果吸纳进去 该法从制定到现在已经15年 形式和具体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要与时俱进 将一些条款进一步细化或修改 比如该法提出的在三种情况下 中国大陆可用非和平手段处理台湾问题的底线 但比较模糊笼统 现在可以明确哪三种情况 什么样的人和团体并界定为台独分裂势力 什么样的言行应被列为台独分裂事实 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有无定性和定量标准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界定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在反分裂国家法中列举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五条措施 那么非和平方式的手段有哪些 一旦使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还有无实现一国两制的可能性 另外 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 解决台湾问题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 什么叫外国势力的干涉 是文是武是商是法 如果外国势力干涉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些细节应当在法律上尽快明确 否则台独分子仍会不断以打擦边球的形式 肆无忌惮地挑衅国家统一 侵蚀我们的底线 第二 应将台独死硬分子 列入挑起两岸军事冲突的战争罪犯名单 解放战争后期 我军执行这一创造性政策 对于分化瓦解敌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和打击顽固派和守恶分子 起到积极作用 现在 蔡英文 赖清德等不断叫嚣武力 对抗大陆 从美国购买先进武器 就是试图以武俱统 把台湾推向战争的不归之路 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 他们就是挑起事端的罪魁过手 第三 对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言行及时公布 制定台独言行备忘录 为以后清算分裂祖国的罪犯 提供事实依据 也让全世界认清 是谁在挑动战争 一旦解放军使用武力手段 那也是被逼无奈的反击之举 从而 进一步占领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 第四 对支持台独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 不能让一些人一边搞台独 一边赚大陆的钱 第五 加强针对台独骨干分子和台独分裂谋徒的 有可操作性和能见度 并且带实战背景和假想敌的演练 要不断挤压台独生存空间 将例行性联合军演 转变为有针对性的惩罚性预演 台独分子挑衅一次 我代弹的军机军舰就向台湾的禁案逼近一步 让台军识别区形红虚设 让台军始终如惊弓之鸟疲于奔命 让台湾民众认识到 是台独分子把台湾搅得倒无名日 第六 攻心为上 在加强对台湾人民进行和平统一益处教育的同时 也要加强对台湾一旦武统所要付出代价的宣传 让台湾人民在和平与战争 统一与分裂之间做出决决 第七 事实公布统一时间表 不能让台湾问题走脱不绝 当前 台独分裂势力正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和平统一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 而无论独统还是河统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 是任何人都不可阻挡的 对 有点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